或者哪一個都可以 如果我今天用的方式不是用那個函數的方法抓 而是我希望怎麼樣 剛好也許是旁邊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的話 當它這個查詢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的是004 它就自動在這個範圍裡面 幫我把004的其他資料給抓過來 不過這裡可能用的方式 就是前面講的 你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 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要做什麼呢 如果 寫法跟前面我們寫過差不多 就是如果 它的哪一個呢 Sales A欄裡面的資料 跟我們的查詢的 這個儲存格是H3 如果它跟H3裡面相等的話 那就幫我把什麼呢 它的同一列裡面的 B C D E 幫我帶到哪裡呢 帶到H4 H5 H6 H7 有沒有 這個部分的話呢 實際上 VBA的資料 算是複製啦 找到的幫我把它摳過來 所以程式上基本上 就是第一個 跑回圈 第二個做邏輯判斷 第三個 如果找到了 幫我把什麼呢 把比如說這邊 找到是A欄 幫我把它的 B C D E欄 這邊的資料怎麼樣 搬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當然前面這邊的話呢 我們是跑回圈 基本上一定會用Sales 但是如果你搬過來的話 這邊的範圍是固定的話 你可以用Range 所以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前面有講過的 只是說 可能要稍微想一下熟練度問題 OK 這裡的話呢 我們大概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的寫法是這樣 大概也不會差太多 第一個 一一樣是Visual Basic 打開來 二的話呢 在我們這個地方 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的話呢 就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做查詢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也叫查詢 那我要查詢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 第一個 我這邊的話 直接先把什麼呢 把我要查詢的條件 哪一個條件呢 就是根據我的H3 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 那我把H3裡面的資料 先丟到一個X好了 基本上這個X是一個變數啦 不過其實你如果要 要不要帶多一個X 少一個X 其實也無所謂啦 你不加這個好像也沒有關係 基本上我那時候 不加也沒有關係啦 那但是 奇怪上我會先把 條件先丟給一個X 做什麼呢 第二個 跑一個回圈 所以我們可以說 For I等於第三列到第十列 當然前面講過 如果你不用第十列的話 要向下追蹤嘛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Arrange 前面講過了 只是做一個複習 從哪一個呢 從A3好了 向下追蹤 所以A3 後 雙引號 點And 前刮弧 向下 後刮弧 點Row 這個可能要熟練一點 因為以後這個 向下追蹤 向左追蹤 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 裡面就加一個if的判斷 這個前面寫的還蠻多的 所以這個有些 我想細節部分 就不贅述了 如果呢 他現在的這個A欄裡面的那個儲存格 比如說001 跟 第一個 假設我3 跟004 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就跳過 不一樣就跳過 001不是 002不是 003也不是 再來的話 004 跟這個004相等 那我要做什麼呢 把 他同一列的其他東西 搬到哪裡呢 搬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概念可能要慢慢習慣喔 如果你要把什麼呢 把前面的東西 搬到 後面這邊來 特別是喔 概念一定要有 如果BBA程式一定是 後面 丟到前面喔 這個概念要有 所以我的寫法呢 就是 後面 指的是哪一欄的東西 有沒有 就是B欄的東西 張宏才 丟到哪裡呢 丟到 H4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它改成H4 這好像 跨那個工作表 H4 固定的位置嘛 然後呢 再來是H5 H6 不好意思 那一推 因為都H欄 H5 H6 H6 這個應該是H6 然後H7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有多補了一個敘述 叫 Exit Fall 欸 這個EditFall 其實不加也沒關係啦 不過加了效率會好一點 什麼叫EditFall 因為你已經找到了 你不會找到第二個 因為004只會有一個 不會有第二個 那意思是說 如果你找到了 比如說你找到1234 可是回圈有到8嘛 那要不要繼續跑呢 應該不用了嘛 找到了就離開了 所以呢 記得補一個EditFall 但是如果你不加 可不可以啊 頂多是浪費一點時間而已啊 他往下再找 005不是 006不是 就跳跳跳跳而已啦 那這相差時間不會太多啦 頂多是 那萬分之一秒吧 我也沒什麼感覺 不過加一下 我覺得會比較OK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 跑這一段程式 那當然最後加一個按鈕 那我們基本上的話呢 就直接查詢 F8 往下找 先把那個查詢的東西丟給X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因為H3裡面放的是 那個004 所以X現在裡面是004 那他就一個個去跑 第三列到第10列 沒問題 那00 第一個先抓到什麼 Sales第三 A3裡面是001 001跟004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再跳過了 那002不一樣 003也不一樣 再來004 OK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004跟004一樣了 所以會怎麼樣呢 跳到裡面來 怎麼樣呢 把資料搬過來 所以他後面的東西 幫我把它搬到前面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指的是什麼 004的張紅柴 那我希望 把這個張紅柴 幫我搬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記得寫法就這樣 這種寫法 如果我發現同學 比較會有問題 還是不夠熟練 就後面東西搬到前面而已 然後呢 我就直接什麼 F5 再把F8 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就搬過來了 那換下一個 張紅柴 然後288 8 22吧 然後呢 再來第二名 然後U OK 那你會發現資料 就全部搬完 另外一次FALL 意思就是說呢 我就跳裡了 欸 他本來後面FALL回圈呢 還要再繼續往下 那不用嘛 找到了就不用再往下 那這個尤其是 你如果資料多的時候 會感覺比較明顯 尤其你資料量 當然少沒什麼關係 是FALL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在旁邊 再加一個 插入一個按鈕 比如說我在這邊 插入一個查詢 我剛剛那個SUB叫查詢 所以 我們這邊也可以叫查詢 OK 那當然 不過可能要一個查詢 比如說我這邊 005按個查詢 你會把劉鴻君就過來了 006查詢 也可以 有沒有 不過這樣的做法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只是 會有同學說 欸 為什麼還多一個動作呢 之前不是 向下拉 按個字 就不用按查詢 也可以自動怎麼樣 自動幫我把資料帶過來 那現在的話 因為 我們那個SUB 我前面講過 那個SUB基本上 就是 如果你要執行它 觸發它的話 你變成你要按按鈕 它才會觸發 所以如果你沒有按按鈕 它就不觸發 欸 那問題來了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 就是我不要按按鈕 也可以觸發裡面的 所謂的事件 事件是當什麼呢 當這個儲存格裡面有改變的話 就自動等於是按按鈕 而不要我再多一個動作 不過這裡的話 這個可能牽涉到 VBA裡面另外一個概念 所謂的事件驅動 那事件驅動就是說 因為在以上裡面很多地方 每一個物件本身 都會有一個事件 比如說當這個儲存格被改變的話 那就是你要去抓到那個 當這個儲存格被改變的 那儲存格被改變的話 你可能要知道 就是工作表物件 當工作表物件裡面 某一個儲存格 那你要判斷哪一個儲存格 改變的話 那你就是去執行查詢的動作 那這個可能又另外要 了解一個所謂的事件驅動 然後了解工作表物件 那這個要怎麼做 我們待會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 這個查詢的按鈕先做出來 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前面講的 那只是說我在講義裡面 給的那個參考答案 可能會虛 應該OK 裡面for i等於3到10 對應該OK 這個裡面就我剛剛 只是說我這邊多一個x 當然不用x應該也OK 我乾脆把它改成跟講義裡面一樣 這邊就直接把這個x拿掉 直接就是直接跟什麼 跟那個h3比對 對 這樣好像少少一行 感覺又更簡單 OK 所以 跟 查詢的那個儲存格裡面 跟什麼呢 跟A欄比一下 比完之後呢 幫我把結果拉過來 那當然你就會有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下拉清單按個查詢 下拉清單多按個查詢 不過倒也不會太麻煩 至少做得出來 至少做得出來 只是說呢 程式就是這樣 永遠你會覺得好像可以寫更好 所以就會一直想說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那會不斷要找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待會我們來看一下這部分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我們目前的 什麼呢 資料剛好是放同一個工作表 左邊是資料表 右邊是查詢界面 可是呢 通常怎麼樣 通常應該不是這樣 通常是資料歸資料一個工作表 查詢界面歸查詢界面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說 像剛剛同學問到跨工作表的問題 那其實喔 如果我今天 我要查詢的資料 剛好在哪裡呢 因為我剛剛有把它搬到工作表3 如果我今天呢 我的資料在工作表3 那怎麼辦 其實到底很簡單 你就是 如果我是跨工作表 你就要多需要一個敘述 一個物件名稱叫SHE SHE SHE的敘述 意思是說 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點Sales或點Range OK 所以喔 假如說我們剛剛這一題呢 如果是跨工作表的話 記得喔 如果我今天 我要查詢的資料 不是在前面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Range的部分 應該不變 主要是Sales 這個Sales 你可能必須在前面 多加一下 不過我覺得這邊乾脆把那個工作表3這個改一下 這個也許叫Data 可能名稱這樣會比較好稱呼它 不然 也許你們不叫做Data 我剛剛叫工作表3 你又叫別的名稱 那盡量統一好了Data 如果我的Data 是在工作表名稱叫Data的話 那如果說我要查詢跨工作表的話 要怎麼辦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 先試完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第一個 如何讓那個不要按按鈕 怎麼做 第二個 如何讓那個跨工作表的這一個部分呢 也能夠實現 所以以後啦 如果跨工作表到底很簡單 就是你多學會一個工作表物件 然後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的這一個 不需要去指定哪一個工作表物件 但是如果你是跨的喔 別的喔 那你前面可能要加一下工作表物件 就有點像外縣市一樣啦 我們其實如果在台北市 比如說哪一條路就哪一條路吧 你就哪一條路 比如說我們這邊南京東路好了 就不用特別加其他縣市名稱 但是如果你是跨了其他縣市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加一下那個縣市名稱 大概邏輯差不多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VBA 用VBA查詢部分 請評論一下